接下來第四場 看看狀態指數表 這場有四隻馬 是三隻大母子 5、6、9和12 至於配備轉變 是後備補出的進步 7號碼 初榜利 初用環形口含跌 另外8號碼的罕蓋友 也是第一次跑 第一次用環形口含跌 至於勁進天下 除了額沽 這隻上次贏得有驚無險 超能勇士 內圈你覺得他很乖 但上次走一圈 贏就贏就這樣說 但你也不要說不害怕 看到他走一圈 好,接著看看這隻是異心星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點重身 他曾經翻過去重化 還有沙田直路1000 真是短的 好,接著看看一堆拍雜 近鏡341就是吉吉利高 他有個傷患圖案 原來在9月3日那個事源集之後 騎斯對他的動作有點疑慮 難怪那一貨集收了 但其後就跳回 然後再試多個集 無險東就在裡面走一下 他又好像沒什麼 不過現在數中 好像每一隻都不是那麼穩陣 就算數到一都是這樣說 可能這隻1000好一點 不可黨 他未必贏得到你們 但他經常都在 加上找中逸禮跑 這些應該都沒什麼特別的跑法 出閘順利 擺在前面 看看捱得多遠得多遠 好,魏妙星 這隻牌二檔 跟上次十二檔都應該差很遠 反而他現在這樣在床 更鬆一點 不會說撐死了口 我覺得這樣更好一點 這隻就魅力一丁 其實他跳一時時 我覺得他有時跳起來 你看看對比一下十號招跳的 和這貨 這貨有少許搶 所以馬的穩定性未夠 但我覺得他的狀態不錯 好,接著看看這隻是進補 其實他後備補唱 之前五月的時候 右後腿不良於行施過 不過現在這樣見他走過 我覺得不一般 還有一隻初出馬 是葉楚行的馬 四歲的,慷慨有 試了一個八百米閘 這貨閘都跟很新的馬在試 很多馬名都不太熟悉 當然彩衣納下去 很多都是大家認識的彩衣 慷慨有,三、四位之間 按著回來,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他單跳暫時不一般 外地都…剛才那些什麼進補 其實這些都有大閘 但如果兩隻這樣 那隻補唱的進補 甚至乎這隻慷慨有 我覺得我寶寶寶寶寶寶 我喜歡這隻多些 好,又來拍跳 近期蘇惟賢頻頻拍跳 外面合法年代 外面這場跑的萬里菲治 萬里菲治沒有追他 就是按住,任由他自己走 馬輕鬆走回來 外面那隻都好一點 好,接著再看雲行盡起 上次跑完之後就大兩談 好像真的跑來跑去也是差不多 不過這些馬轉了路程 而這樣縮回來一千 又真的會不會這麼短呢? 夠不夠快呢? 好,接著看看昨天早 落草地彈集的喜旺財 中間那隻,中間那個是波劍士 出閘很快,後來留著有些搶口 跳落都一般 我覺得三隻都不太特別 好,同友友 說真的,我覺得這些馬 贏輸一件事 他的樣子色水好 跳,肯定比之前好力了很多 真是一檔 是,他今年真的欠運 這隻同友友 看看另一組試集兩隻勁勁 分別看到岳頭的搭臂梁是勁進天下 在他後面就是頭牆的勁進無敵 先說說這隻272勁進天下 神操有時一看到他 我集的配備 看到他寫都寫不及 因為他的配備多到不得了 又有避孤、防沙、額孤 對,額孤也有 今年跑跑掉了 其實這些馬不穩定 不然也不用下這麼多東西 勁進無敵是順根的 現在沒有配備 你看看他拍這些草集 你說突然之間 生歐歐都贏 甚麼馬都有 總之他平時單跳 以兔防沙、額孤、座鷹 這些全部都齊 對,有時真的多到不得了 行就沒辦法 沒錯 論在神操的單跳 我們一定不會大力推介這些馬 人得就別人好 你說有些潛質 就是用盲勁亂跑 然後是神舟時代 這隻馬也是 那些操練上 有些缺貨 這隻馬 試襲都一般 對,那隻馬 八月的時候 曾經停過功夫 神舟時代 來到第四場 這場是四分一千米 選了四號 不可當 因為這場 說真的 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自己很適合心水的馬 你說一號不厲害 一號厲害 超能勇士 這麼惡劣的形勢 上次一出閘 夾了 打算沒有勁 回到來 中外檔 都長驅直進 輕鬆贏 怎麼會說不厲害 再加上 星期三晚 看看陳家希發揮 那隻荒唐武士 你會對他有些信心 跑這隻超能勇士 那個信心回來了 即贏了馬 希望他人家都可以 四是穩膽穩摘 另外的馬 六號魅力一丁 我建議大家 你看看他現場的情緒 因為這些始終都是年輕的馬 他有時會受過環境影響 日一日不同 有時可能會放鬆些 有時急起來 我怕他未必留得回 另一隻Feed馬 就是同友友 今年他比較差的運氣 經常抽內蕩 所以影響了他的發揮 這組賽事好像每個都 總是不像很有贏面 一起跑 當然當然有些馬贏 看你怎麼想 如果你經常拿著超能勇士 上次襲到勒 跟著慢 跟著怎樣追 你怎樣計算他 都似乎應該贏 如果這樣計算 在這一場馬裡面 但我都明白 可能荒唐武士 真的跑得很好 我都知道 但是要這樣再參與下去的話 不能夠太熱 這隻都是 我都要臨場再看 其他有些 邊線綠 未利一丁 不過如果你這樣 不能撐 上次超能勇士 一路跑 裡面錯了 都跑到你贏到你 沒得跑的 這樣 不過跑馬是生數 不是死數 自己要計一計 其他有些 十二我覺得仰得好了 可能三號馬 吉吉利高 突然之間跑得很好 都未定 因為搶到在前面 有外難的位置 其他就真是臨場再選 這場馬是比較混亂的 第四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